原标题 二战的转折点 诺曼底登陆打跌有多惨烈 一次空降阵亡了8400人 期间为止世界上发生了两次规模巨大的战争 每一次对世界都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几乎波及到了全世界 各个国家都主动或者被动加入了这场战斗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最终正义的一方还是获胜了 而战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就是诺曼底登陆战役 美国被日本偷袭之后 也被迫投入了战斗 当时欧洲战场的压力巨大 苏联和德国打低难解难分 为了缓解欧洲战场的压力 美军也派出了部队进行支援 共同打击德国法西斯 只要盟军拿下诺曼底 就可以形成家机制式 德国失败也会成为迟早的事情 反过来德军也是如此 如果能够成功接受诺曼底 就可以把双方的实力拉扯到同一水平 这样一来德国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所以双方对这场战斗都非常的重视 双方投入兵力的数量也十分庞大 尤其是盟军这边 我们都知道登陆作战 登陆一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海滩是一片宽阔 德军完全可以在海滩前布下重兵 只要盟军赶进行登陆 立马就会被当成活靶子直接射杀 所以盟军想要打赢这场战 靠的就是部队的数量 除了陆军之外 还有伞兵的配合 陆军登陆的同时 让伞兵进行空降 空降的地方同样也在海滩的周围 这样一来就可以分散德军的火力 最终抢先一步攻占德军的阵地 这样的想法和策略都是没问题的 但是唯一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么做的死伤会十分惨重 可是即便是这样 诺曼底登陆战役还是打响了 盟军一无反顾地进行了登陆作战 即便这些士兵知道自己面临的可能是死亡 但是他们仍然愿意继续前行 用自己的身躯为队友开辟出一条顺利的道路 当时美军的82空降师和101空中突击队 接到了上次空降的任务 于是他们在规定时间里投入了大约4万人的兵力 其中有8400多人还没有落地就已经牺牲了 他们有的直接掉进了海底 有的被德军射成了筛子 还有一些虽然自己没有中单 但是降落伞被打成了窟窿 从空中进行自由落体 落地也意味着死亡 将近五分之一的空降兵 什么都没有做 就牺牲在了战场上 这样的战争是惨烈的 同时也是该本世人铭记的 如果没有他们的牺牲 或许也就没有我们如今和平的生活 我们应该庆幸自己身处于一个和平年代 难道不是吗 我们下期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